欢迎来到今天的特别新闻 在中国娱乐圈的热门话题中 当红名人肖战 是否正在经历一些特别的事情 有关他感情生活的传闻如海啸般传播 他是否已经找到了他完美的另一半 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视频中一起了解详情 以满足您的好奇心 肖战有女朋友吗 肖战是否已经找到了他一生中的完美伴侣 肖战是中国娱乐圈中最炙手可热的男星之一 无论在知名度 影响力还是资源上都名列前茅 除了辉煌的演艺事业外 这位男演员的私生活也备受关注 最近 网友们相互传播了肖战的一组珍贵照片 值得注意的是 他身边还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性伴随 在这些照片中 肖战身穿白色衬衫 显得优雅帅气 就像一位从言情小说中走出来的总裁 男演员开车载着一个女孩的画面 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更重要的是 他们两人还一起散步 看起来非常般配 这组照片在分享后引起了网络上的热议 在评论部分 观众们赞扬了肖战帅气的外表和阳光般的笑容 关于男演员秘密约会的猜测也不进而走 到目前为止 肖战还没有对这些图片发表任何评论 观众们认为 如果这位男演员确实有好消息 他们会愿意祝福 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然而 也有不少人认为 肖战只是和朋友或同事一起出去 目前 肖战的珍贵照片仍然受到广大观众的关注 他找到了完美的另一半吗 肖战与一位美丽女子的珍贵照片 引发了网络上的热议和讨论 在这张照片中 肖战显得优雅和高贵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 是他与那位女士之间的亲密和感情 他们不仅站在一起 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 比如一起散步 甚至是肖战开车 女孩坐在旁边 一些社交媒体上的评论认为 这可能是肖战和这位女性之间 特殊关系的迹象 然而 直到目前为止 肖战或她的代表都没有就这段关系 发表任何官方声明 保守个人信息并不罕见于娱乐圈 观众之前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在粉丝们的关注和好奇心下 关于肖战恋爱状态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并将继续受到密切关注 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肖战的粉丝都希望她在个人生活和事业上都能幸福成功 但是 她是否找到了自己的完美另一半 答案可能只有时间能揭晓 杨子和秦俊杰分手 原因浮出水面 感情不分对错 只有两败俱伤 同兴出道的杨子早年 即参演了备受欢迎的电视剧《家有儿女》 与张艺山演绎着从小到大的友谊 这也让不少人期待他们在长大后能发展出一段浪漫恋情 但是事实并没有 杨子明面上的男朋友有两个 一个贺鹏 一个秦俊杰 在大学期间 贺鹏是杨子的初恋 两人互相深深地爱着对方 他们曾计划共同构想未来 为了彼此的人生负责 然而 不久之后他们的关系公开曝光后 二人选择了以分手的方式给予彼此自由 随后 杨子展露头角 成为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明星 并主演了一系列风靡一时的电视剧 甚至被誉为妄夫体制的代表 在参演电视剧《青云志》期间 杨子结识了他的第二任男友秦俊杰 当时 杨子饰演的是青亚仙子陆雪奇 在与电视剧《一姐赵丽颖》的对手戏中表现抢眼 和赵丽颖在同台竞技时丝毫不逊色 秦俊杰当时饰演逍遥洒脱的曾叔叔 作为张小凡的直接竞争对手 最终夺得美人归 而张小凡一直期盼的师姐唐一新饰演的田灵雀嫁给了他 原著中路雪奇的设定 使得青云山的大部分门下弟子对他倾目有加 秦俊杰饰演的曾叔叔也不例外 但遗憾的是 电视剧情已经设定好 无法更动 因此 秦俊杰决定改变两人在剧情外的感情线 于是便向杨子表达了自己的感情 秦俊杰出身富裕 他的姐姐在影坛有不小的影响 在他刚进入圈内时曾给予了他许多帮助 然而 杨子并非依靠姐姐的资源 他本身就十分实力突出 且人缘极佳 当初他答应和秦俊杰在一起 并非因为依赖他姐姐的影响力 而是因为他自身对秦俊杰有着深厚的好感 他一直希望两人可以纯粹的 愉快的在一起 直至白头偕老 辅佐儿女成长 两人相处的这两年多时间里 杨子的事业蒸蒸日上 他拍摄了许多备受瞩目的佳作 与诸多杰出的演员合作 并结识了不少知心好友 由于杨子的豪爽性格 他常能与男演员在戏中成为真挚的朋友 至交 甚至是知己 相反的 秦俊杰一直陷入事业停滞的困境 他感到焦虑却无能为力 而杨子也同样感到焦急 他真心喜欢自己的男朋友 然而男友的事业迟迟不见起色 他明白自己若过于耀眼可能会伤及男友的自尊心 因此毅然抛开女性的保守 向亲朋好友坦言自己对秦俊杰的真挚情感 宣称二人感情美满 并计划着步入婚姻的殿堂 原本 杨子认为通过这样做可以使秦俊杰感到愉悦 因为通常男性都喜欢展现自己的权威 而杨子的让步可以被看作是给了秦俊杰足够的面子 谁料杨子帮秦俊杰宣誓主权的事情 却让秦俊杰毫无理由的不开心 秦俊杰对杨子表示 他希望两人在谈论恋爱时能够自由自在 不用考虑其他人的看法 他认为他们分别忙于各自的事物 与他人无关 无论好坏都不需要通过秀恩爱来凸显对方的重要性 因此 他希望杨子不再像他人说这样的话 因为他不喜欢 也不觉得有必要这样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